一道道油亮下饭的客家料理摆上桌 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 新竹县文化局县使馆从几日起到明年的10月29号 展出新竹地区客家饮食文化主题展 记者会上由新竹县长杨文科 跟来宾秀出了客家八道的传统料理 为这一次的展出揭开序幕 那客家美食可以讲是 我们几百年来都是传承的 我们客家人刻苦耐劳 勤俭持家的一个作风 所以我们从这些美食里面可以看到 客家人过去对这块土地的深刻的感情 所以把我们的种植的一些农作物或者菜 它都可以变成美食 比如说我们有客家的菜包 还有这个萝卜饼 这些都是铁饼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农作物 这个产出的一个成果 我们把它变成美食 这次的客家饮食文化主题展 总共规划了五大单元 要带领民众探索多变的客家米食 跟客家鲜明保存食物的智慧 并且了解客家饮食的技法 还有特色 感受客家好客的人情味 那我们在这次的特展里面有分成五大区块 从一开始天刚亮 我们跟着我们的阿波 到市场去卖菜开始 所以就会看到很多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以前的一些客家的一些青菜 以及它的美食跟食物 所以在这个展场里面 我们特别经典复刻了所谓的四文四朝 还有桌心菜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 已经真的也很难吃到这些四文四朝 总共八道菜 然后还有桌心菜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桌心菜是什么 就是我们当时在客家人 在早期的时候 在伴桌团圆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让所有在一起聚在这边吃饭的人 会觉得很澎湃 所以它就会有桌心菜这道菜 那桌心菜一般来说是用鸡 就全鸡 而且那个鸡呢 它的摆设其实是有它的一些意义 还有它的一些道理在的 所以就是 再来就是桌心菜除了鸡之外 包含了其他的有不同的一个菜色 都可以作为我们桌心菜的一个呈现 杨文科说 明以食为天 饮食承载着族群历史的集体记忆跟生活内涵 邀请大家到客家大县新竹县 领略客庄美食的好味道 也了解传承百年的台湾客家传统饮食文化 记者简书期新竹采访报道 商量 一遍 坖